8月下旬 我自驾了川西小环线 途经了雅安 康定 折多山 新都桥 丹巴 四姑娘山 耗时了三天 领略了沿途绝美的风景 但因为行程紧凑 日夜兼程 兔兔被迫练成了老司机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出发吧 这里是天泉县 中文字幕志愿者 离开康定后 前往康巴第一关折多山 沿途山高路线 弯道多 30多公里的路程 开了一个多小时呢 终于到达了海拔 4298米的折多山观景台 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折多山 折多在藏中是弯曲的意思 时间刚好 我们在离开前看到了美丽的落日景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摸黑下山 晚上入住的是新都乔镇哦 第二天一大早 整庄待发 兴致勃勃 但是越开越荒凉 全程山谷高架 后来才知道 这是往拉萨的方向在开啊 不过沿途景色 却有一种别样的美 也不需错路 驾驶技术 加一新 幸好我及时回头 避免了走更多的错路 回程路上 遇见了两件趣事 一是扭荡道斗殴 被迫停车围观 而是油罐车老司机 飘移下山 车轮冒烟 我呢 一路尾碎 驾驶技术 加一新 重新出发 经过了最美的一段路 十里画廊 草原 花海 牛羊群 静收眼底 漫山遍野的马尼石画 令人震撼 茶阳 最痛苦蛮 抖沙 岭 东一 十里 180元 是 赵 所有人家 张 非常 十里 红字 生 小 十里 小 海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墨石公园 墨石公园 萨格尔王发祥地之一 有着唯一高原石林景观 算是这一次自甲最意外的惊喜了 这个景区有许多藏民赡养的牦牛 我和他们都狭路相逢了 这边的天气说变就变 但是真的好美呀 我现在已经下到墨石的底部来了 我们现在就逛完景区准备走了 慧远寺介于清朝雍正年间 是有千余间森舍的大型寺庙 为免叨扰 我们远远的看了一圈之后呢 就离开了 去丹巴的路上远望了亚拉雪山 山谷路段非常的惊险 不断有落石 而且很多路段就在修缮 我们下期再见 再继续拍下来 这个不断叨扰 好好看 我先邪然 夜宿大渡河第一层丹巴蟹 第三天路过翟龙乡 在一家藏民家里摘了苹果和核桃 价廉物美 这是新疆的道具 化成新疆的道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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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